现在刚从山顶回来啊 然后来到一家很漂亮的咖啡 这家咖啡在市中心哈 虽然有点晒 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 因为这边有冷气 这里还有一个水力发电车 风车 水车不好意思 好舒服哦 便宜哦 45块 45一杯 正常价啦 热茶 热茶 对 嗯 没帮我点对吧 对啊 好那我去点 阿欧卡托板 确实这个价格 在这个环境来说非常的优惠 还有这个木椅 石木的哦 我家想要这种椅 试一下我这杯牛油果冰沙 叫做天拿咖啡哈 有蜂蜜的味道了 如果味道一点点不适合你 还不错 主要是这个环境 慢慢的享受哈 波兰的吗 波兰的吗 对 对 这种当地古老的布 波兰对 古老 这边是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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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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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 没想到, 我们还没吃过这个 而且, 这样也会有 我刚才进去的 我当时 还有一些 我当时就要做什么 我当时就要来吃 因为他做什么 我不太太 不太太 感谢, 感谢, 感谢 我们讲的这边的大米 非常好吃 我们这次要再回去 要讨论 你早知道我会卖古的包就先不买了 来这里买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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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了 我们竟然有大米拿回去 这个米是做出口的哦 心里很好吃真的很香 哦 但是在曼谷都很难买到哦 找不到 但这里就很容易找到 yes 哈喽大家好我叫金米 对他喉咙痛不方便说话哈 因为我们来到安德杉仑就很好 对还有安德杉仑的大米也非常好 这是自己买的 OK 不是责任 对责任可以进来 嗯 但是刚刚我们就收到这边的省奖 送给我们两袋大米 一条四米长的布 那这边的大米真的很有名哈 就如你所说的 之前有一位工人就从乡下带一些米过来 要吃的香的现在还记得 你要推荐给我 这里布也非常的有名哦 刚刚我们看到它在车上那个丝丑 有鸡布那样子 蛮有趣的 那我们看到这边很多这些摊位啊 我要去拍一下看有什么东西 安德杉仑出了这么多名人哦 运动员啊 还有一些作曲家 对对对 OK Liz 唱歌的吗 番薯吗 南瓜啊 这是南瓜 前面就有一颗炒做的 这个代表米 那个代表米啊 对啊 这个是米还是那个是米 那个是米 安那哲伦 中文名叫做安那哲伦 这个城市位于泰国的东北部 是一个拥有有久历史的城市 曾经是泰国王国边境重镇 农田土壤肥祸 气候是以稻米生长 因此 这边的稻米质量非常优秀 这里居民善于利用自然资源 手工制作各种传统工艺品 这些手工艺品具有浓厚的当地风情 深受游客喜爱哦 这边自然景观文明绝对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地方 去看看大自然过咸咸的生活 对 你看这个大岩石 都是裂缝来的哦 石头 还有这棵树有点像星星 哦 相反了 反了不好意思 欢迎回来 今晚来到湄公河边 哪有一次离对面的Bate Laos 最近的一次啊 那我旁边这条河叫做湄公河 首先因为安那哲伦和Wubon Lachatani 都是在湄公河边沿岸这里哈 所以那玩的地方都集中在这里啦 我们就选了这一家餐厅 这家餐厅名字我忘记了 但是定位我会放到资讯文下面 能看到对面就是Laos 你看对面还有一条公路哈 就有人在那里不知道是乘凉还是干嘛的 但是湄公河是相当的平静 我们穿街镜巷其实是进村啦 要了好几个村才进来这里 没有冷气 只有灯光和风扇 我来的时候以为是关了 要问一下原来真的在营业哈 我们的位置就这样啦 一个灯光一个风扇 然后要入冰 我来看看菜 太多了 不错了 看起来不错 还有青菜 泰国青菜都是生吃的哈 下面抓上来 这么厉害 还有蚂蚁 还有虫 这个虫有点大 乖 好想试一块哦 湄公河的鱼 试一下这个湄公河的鱼 好吃 这又好像脆脆的感觉 嗯 酱好吃 酱很有特色 就重口味一点 嗯 这边的酱比较酸 鱼皮还有嚼劲哦 哇 饭那么多 饭有点多 够了 来 放软了看 第四次吃辣皮 嗯 南京马来马 南京马来马 哎哎 飞了个虫下去 没关系 哎 走了 好啦 放哪里 一个是水煮鱼 但是清水煮鱼 一个是鱼 鱼 鱼是泰国的特色 没错 那关了它这么多什么 多啊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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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俊吃小俊 小俊 西肯当保本的没 你翻 你翻 哎呀 菜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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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鱼 来来来 来来 鱼 主要是新鲜 鱼的味道也不错 我看这个火 好吃 想的是我们很少吃这么正宗的东北菜 我觉得粽鱼就鱼汤吗 一样东北菜也有点酸辣 还有酸辣 太好吃 太好吃 我也没想到会好吃 我就随便挑 这个叶子 这里有啊 真的 然后那个橘色的壳 是代替酸味 就是代替柠檬了吼 是一种果来的 然后它只要它的壳去种 这样 好哦 难怪这么特别 这一楼啊 蛮大 哦哈啰 这楼也蛮大 这个就鱼汁的时候 就长这么大只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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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斤哦 4公斤哦 一米半长 一米半长的鱼 跟我差不多长 他儿子去当海军 他们两年学会做菜 对啊 要回来这里开产品 就负责做菜的 哦 所以它鱼呢 很便宜的 就基本不用买 哦 然后米 也种了 哦 这边米香 所以基本都花不了什么钱 好最后一碗 我要吃完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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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常来 干脆你搬到这里住吧 然后我们就先回去了 然后我们就先回去了 这个Lokison 我会放在咨询人这边 实际上来这边是很不方便的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影片了解一下 大自然 包括 泰国 一个很陌生的城市 叫 安娜泽冷 我也蛮喜欢这里的 常来可以常来东北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嗯嗯 嗯 incoln �oe 然后 喜欢 我们下集�� 没关系 频道